为什么跟大家讲一讲啊 就是现在的这个一个球换球了以后 对攻比较多了以后 球的质量比过去高了以后 就是什么呢 过去咱们讲究要转腰 其实现在转腰是不合理了 为什么现在很多的技术 咱们不要靠转腰来完成 不要靠转腰来 一转腰就那球就顶住了 其实那是收胯就可以了 你只要把胯收过来 身体对着球就可以了 因为你现在转腰是来不及的 过去我们打球教练都让转腰 一转腰那球现在速度那么快 球都顶在手上了 所以现在这个技术呢 大家回去可以多体会体会 这样的话速率马上就带起来了 现在让这个江总展示一下 你连续发力都可以 没有问题收胯 对不要转腰 对不用转腰非常好 对这个速度马上就马上速率就带起来了 马上速度带起来 而且呢其实过去呢咱们理论是不对的 这个咱们也通过 对好走 对你只要一收胯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这么大的去转腰 不用大的去转腰 把这胯收进来就可以了 非常好 对非常好 你看那对走 对 这个你看它整个的速率 整个的速率 它也有速率也起来了 同时又有自己的时间 是吧 因为什么呢 其实腰是不能动的 为什么咱们现在 为什么咱们那个那个 这个打球老又腰伤啊 腰疼啊 其实就是腰用的太多了 腰其实是固定就可以了 其实真正的灵活是靠髋关节来转动的 腰呢起一个固定作用就可以了 咱们呢 其实呢打球的时候呢 髋关节不会动 完了拼命用腰再动 所以呢腰就要带长了 腰带长以后 时间长了以后 大家腰就会疼 腰就会疼 所以呢 所以现在一定要 这个理论大家 大家一定要要回去 体会体会这种感觉 体会这种感觉